Hello 大家好 薩姐 看見嗎?換了背景嗎? 這裡是月亮 但我發現燈光有少許不同 但其實薩姐沒有換過燈 所以可能只是站位、坐位、背景影響 大家知道薩姐未知過這麼厲害 今天很開心 睡到6點 是下午6點 是不是很厲害呢? 當中中間有醒的 所以現在精神都非常好 就開始收拾房子了 一提起收拾房子就是這樣 所以連背景都換完 今天會說回現在鬧到熱紅紅的內地教育 有些人說一刀切搞到家長、學生都不知怎樣 又不可以去補習又不可以等等 其實我們看到的 內地領導人他們不想 不想那些學生可能將來去到好像香港那樣 香港經常都說 求學不是求分數 說是這麼說 但我們知道求學只是要分數 他們不是求分數 他們是要分數 你想想 如果今天你考試 不是靠考試而得到大學入學額 而是好像別人那些 儲的點數卡 即是在七仔買的點數卡 好像別人打遊戲一樣 儲的點數卡 總之你越儲得多點數卡 越儲得多人馬 你就可以自己升讀大學 可以選最好的科目 我告訴你還有誰去補習班 肯定沒有 問題是現在大家就是要分數 他們根本不需要知道我認識了些什麼 我只要分數 如果不是為何那麼多大學生 我們的部大 入得部大都不是差的 考試成績 一定的 如果不是就連這八大都入不到 他們考試成績一定不差 為何好像腦子 即是這樣 所以現在內地都是不想做這件事 我聽巴士的布他們分析 就說 其實好像一次的高考就決定去命運 是不是好像不太好呢 如果他有什麼事 考不到就沒有了 那可否好像無限地考 好像別人的SAT無限地考 我自己就有另一個看法 其實意外少 意外少 因為記得上一年 疫情的時候考高考 很多省份 很多城市 其實很溫暖 他們很溫暖 他怕到一些 有一幕拍出來 是令你很感動 這段時間就站滿了學生代表 這段時間就站滿當地的公安 那些學生代表就向他們鞠躬支持 多謝他們 原因就是他們那裡的公安 幫他們開路 幫他們搞好交通 送他們去到考試現場 令他們不會因為塞車各方面而不能夠到達考場 所以就有這一幕 學生向公安致敬這一幕 所以其實內地都知道的 很多地區都知道高考對他們的學子來說是多麼重要 都會想盡辦法去幫他們 有些家長就可能為了 考到好的學校 早不知幾個星期就在那裡責任 照顧他們 我自己這樣看 當然有些時候會有意外 但如果你說身體不適這件事 我覺得是不能夠作為藉口 要知道管理身體都是你的考試能力的一部份 你能不能夠管理好你自己身體 都是你實力的一部份 考試不只是考你平時讀書有多少 各方面 亦都有考你運氣的 你貼不貼得中 可能當時你這麼多個 你最熟是那個 其他那些都一般地 誰知道就是考那個 那你就考得高分 運氣這些都是實力的一種 所以健康管理都是你的工作 即是你考試範圍的一部份 你的健康管理都是你考試 都是你要被考的一部份 如果你不能夠做好健康管理 就是你能力有問題 當然有些人是會有意外的 即是可能突然間有些事 或者是進了醫院 所以考不到 這些我又覺得可以寬便 那就可能好像我們這樣重複 但是我覺得 他們可以一個高考 最多可以考兩次 除非你有這些醫生子 證明了你那時候在醫院 或者是你那時候剛剛有些事 是沒有辦法去到考試 家裡有些事 所以這個就可能是要地方政府 幫你寫信 那就可以再考多一次 就是來年 不可以補考就是來年 和新一屆的學子一起考 那為什麼沙姐會有這些呢 其實不知道大家也知道 沙姐每考就五科巴士 就兩度三依 兩度三依 要重複也有機 要重複也有機 不是完全沒有機 但是 要升手中六就一定沒有機 但是為什麼我不重複呢 我知道我有些同學都有重複 那時候我就計算過 因為我那一屆是最後一年用的 考試範圍 我們那一屆是最後一年用的 即是說 我就算重複也好 我由九月到五月 是讀過新的課程 新的中五課程 兼且要讀新的中四課程 自修新的中四課程 我知道我沒有可能的 沒有人教我如何自修新的中四課程 所以我就放棄了 但是這個純粹是命運 你沒有得遠的 你沒有得遠 所以我覺得 不可以說無限期的被他考高考 你最多兩次機會 而第二次機會 就是你有人寫信 或者有醫生寫信 或者有地區政府寫信 導致你有甚麼原因 是不能夠去考 那你就可以下一年 和新生學者一起考 那如果你兩次都考不到的 那其實我覺得政府也可以 做一些叫做職業訓練的事情 考不到大學不代表甚麼 應該要半書一樣 就是考不到大學並不代表任何東西 每個人的才能都有不同的 不是每個人都有讀書的才能 有些人可能有藝術的才能 有些人可能有其他體能方面的優勢 所以我覺得 如果他考過兩次 考過兩次 考過兩次 考到不行的 他可以入讀一些技能的學校 專門栽培的 例如一些 木工 電機 或者一些珠寶設計 因為你不同的 就算我有一個大學畢業的博士 他能夠設計到一些很漂亮的芯片 但不代表他自己會製造芯片 不代表他能夠維修那個芯片機器 陳薇院士他很厲害製造疫苗 但難道要陳薇院士再去自己生產疫苗嗎 不是的 難道陳薇院士他要自己去消毒整間實驗室嗎 難道要陳薇院士在每次實驗之前 自己去檢測所有實驗室 夠不夠乾淨嗎 這些都要人做的 陳薇院士不能一次過做完所有的 這些技能症的東西 其實是否可以有這些技能學院去幫忙呢 我覺得是不錯的 香港都有這些所謂的在職培訓 或者是一些什麼 接駁學校的那些 不是接駁學校 是接駁工作技能的那些 例如按摩、推拿等等 但如果在國內的可以有更多 例如是中國的歷史介紹 因為國內是地大脈搏 這個純粹是個人妄想的 就是不知道的 我自己覺得 可不可以在每一個省份 重點城市 就在一個類似是博物館 那一系列 那就可以介紹 只是那個省份 究竟有哪些旅遊熱點 當中的背景歷史 當中可能經過的歷史 好像說 府門的 有燒鴉片的歷史 而有什麼名人 如果以中國內地可以有VR 一邊走一邊看都可以 然後可能有些當地的特色工藝 這些都可以培訓一些人 因為其實國家有很多的文化 又未必失傳 但已經開始變成小紫化 可能只有一兩個顏色 或者幾個人的顏色 但如果這麼少的話 總會有失傳 我覺得可以這樣的 我們記得我們有個剪子大師 移了問下來香港 那 是不是只有剪子大師呢 他當然是高手 但其實有時候 不需要這麼多高手 可能這些學校 有很多所謂的 其他中文化的培養 例如雙面獸 例如剪子 看他哪方面有才能 如果他可能在剪子方面都有才能 雖然未去到剪子大師 但他都可以教這些人 教一些小朋友去剪子 或者在這些博物館 表演給遊客看 教遊客怎樣剪子 介紹 或者雙面獸 這些介紹他們怎樣去做 未必要遊客認識 但起碼這個是文化的成全 又介紹我們以前用什麼布料 這些都是一個就業的機會 不是就業 不是單單說 我要沾一些科技 我要 我就是要這些人才 其他人才不用 所以 家長就要讀大學 你讀大學 你讀大學 其實大學難聽這些說 你讀了廢科 你也是沒用的 你想一下 如果你在中文大學 讀全理系就還好 如果你在中文大學讀文學 你出來做些什麼 你告訴我 做作家 要不做新聞報道編輯 那些 沒有的 沒有的 正如我讀理科 那樣 騷擾頭 你不就 幸好升到中六做護士 做醫生 再不是做化學 你升不到中學 升不到中六的話 我騷擾頭 我做些什麼 所以我覺得 中國地大脈搏 就是每一個地方 有個 叫做 重點解釋的 博物館也好 介紹每一個地方 用一些VR 介紹每一個地方的特色 例如 我們香港就有大坑的火龍 如果我們中國 可能有些 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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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色的類似這些 有什麼祭典的時候 可以用VR 讓大家去看 現場感受 也不是一件壞事 即是不需要大家 只懂得去 北京天安門 原明宇 或者在哪裏 其實可能 告訴大家 每一個地方 都有不同的特色 不需要去陝西 就去兵馬俑 可以去兵馬俑 原來陝西還有其他 還有其他小食 可以在博物館介紹 這裏也可以養了一班人 即是他們不需要大學畢業 但他們可能需要一些手工藝 或者有一些是專門唱小調 介紹當中的小調 例如當中的特色美食 可能有些什麼 海鴨 海鴨蛋 或者是一些鴨鴨肉 或者是一些特色的 都可以在這些 養了一班人 而有些可能他本身 他讀書不厲害 反而他可能做一些 叫做 體操厲害的 那你就培養他做運動員 就不需要一下下 而我亦都覺得可以 現在可能有些補習老師 就是失業 我又覺得可以 在高考的時候 考多一份 他就不是考多一份 什麼的 我不知道高考之下 還有沒有多一個史 其實可以考多一份 那就不計分的 這一份就是一些類似的性向測試 不是你性別取向 是所謂的 哪一方面是強項的測試 個性的測試 當中是測試一下你人的品格 或者你人的癖好 那就可以做一做 可能在學校做一做 然後就可能跟你家長 談一談 其實他可能在這方面 都有一些能耐 可不可以給他機會 接觸一下 看他會不會真是厲害 或者真是有個發展的空間 我覺得都是可以做的 不是大家像薩姐這樣 那麼糊塗糊塗就這麼幸運 啊 踩刀進去會計 而那麼糊塗糊塗 原來我自己本身 所謂的專長 就是這一方面 不是那麼多人 好像我那麼幸運 那麼糊塗糊塗就搞定了 有大部分人 我都看到他們同行 他們做是做得多是一份工作 是很不開心 而我就是當一個遊戲 我覺得這個也是需要教育著家長 不只是讀書 才有前途 與其 因為 我想有些事情 可能大家都很少說出口 不要說內地現在 剛剛開部 所以未發展到這樣 就算香港開部了 教育開部了那麼久 都沒有說出口 人生是他 他明明沒有這個能力 你強行逼他讀書 要逼他跟別人一樣 他是很辛苦的 你不如給多些機會去做一些 他能力做得到的事 他輕鬆一點的生活 畢竟作為家長 你陪不到他一輩子 你很幸運 年輕人生他 可能30歲生他 但你陪到他一輩子 你沒有的 最後 都只剩下他一個人 他不停的慎 不停的辛苦哭 你不知道 所以我覺得 與其是 真的逼迫他 只是唸書 我想 有些事情 是需要說得清楚 一些 就是 不如 讓他能力發揮得更好 如果他真的唸書不行 可能他做機械也可以 你修車 我們經常見 修你汽車 睡車底 如果他有這方面的才能的話 或者他這方面的細心的話 他有喜歡的話 那就由得他 有些人真的 他修車很厲害 其他東西很厲害 但不代表他讀書很厲害 你不需要一定要讀文科 讀醫生 可能他讀功科是會更加厲害 如果說這些技術學院 是功科的 可能修理的 各方面 他讀得好的 他依然可以保送上大學 依然就是 不錯 如果你說 正如大學 我不知道內地大學讀幾年 可能讀三年 如果在這些技術學院讀三年 真是純粹只用技術 只用技術 沒有邏輯的 如果他讀得好的 那是否可以推薦他大學讀最後一年 或者考一個試 就等他機卡審卡的時候 就會等同大學的什麼 只是他只可以做維修那方面 或者他讀少少 就是看圖籍那方面 我覺得這方面是 長遠發展對國家是好的 當然 這些是我自己說的 可能我這些這麼蠢人說的 全部都是廢話 但總廢的都比我們高官好 這個是唯一我自豪的 好 今次就講到這裏 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